尖叫聲簡直要劃破桃園機場的天花板 韓國女星金智元20號再度登台 一現身造成轟動 將近千名粉絲 擠爆街機大廳 即便班機延誤了一小時也沒關係 金智元這一回是以休閒裝扮登台 白色T恤搭上白帽 跟黑色長裙登場 看到這麼多人等候 金智元忍不住驚訝張大嘴 沿路不停捂著嘴跟胸口 而且他超級親民 定點拍完照之後 馬上走向粉絲們近距離揮揮手 比愛心比飛穩 並且接過粉絲送的禮物 為了這短短五分鐘 粉絲真的好滿足 因為十幾個小時之前就有人 在這守候 我自己是八點來 然後這邊有三點多四點多來的人 準備這個就是我去首爾場的時候的入場卡 然後還有戰傑的首付 因為我們都知道 智元喜歡吃什麼 就是希望他可以看到我們的熱氣 金智元他自己在就是韓國見面會的時候有送粉絲一個小蜜蜂的吊飾 然後我們就想說可以用這個概念看等一下能不能吸引到他過來 不只鮮魚燒跟小蜜蜂的裝扮還有鐵粉穿競選背心拉起了金玉良緣的布條 自製應援標語 巧合的是金智元這一次搭乘的班機剛好跟一幕老公金壽賢 之前搭的是同一班 暗藏的巧合也讓粉絲們瘋狂 二十一號他將在心中舉辦見面會勢必再掀起暴動 我們一開始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